点口日记之先叫解后叫妹 美绝苍穹 美绝苍穹 我就是过来看看 到底是怎么个美法 你想怎么觉得 就得通过游戏的方式 才能考虑看看能够入你的眼 如果要是真的美绝苍穹的话 那不得是天上仙女下凡 天上仙女下凡的话 凡人想要一睹那张盛世容颜 得不得先有一个投名状 那我这个游戏实力 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一个投名状 来吧来吧 我们俩一起先玩两句怎么样 那我看吧 就得说起来很好听的 没有吧还行 确实好听啊 很清和温柔那种感觉 你真的没有 什么没有 就是这样啊 你太会说话了 不是会说话 就是陈述了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嘛 你确实说话声音好听啊 听你说话就像一种享受啊 仿佛一道温暖的阳光 能够照透人的内心 你一块说的我游戏都不会打了 你说我玩游戏 还需要你在游戏上操心的话 那一定是因为我玩还不够好 我留身很厉害 要不你就把它放弃了 姐姐你知道田地赛马吗 我知道呀 对如果他留下厉害的话 那就是下灯马 你知道吧 你就把上路放弃了 我们用下灯马 换他们家上灯马 就很赚 好 就是有多大鱼鱼叫姐姐 你不懂 先叫姐后叫妹 叫着叫着 就可以叫宝贝 你太会了 那你多大呀 小姐姐 你怎么结呢 今天是2021年是吧 那你应该是04年的呀 你不是永远18吗 你嘴巴跟你结了 我老死以后 红柿旅逛 因为那屎队市